绕线起针的方法 我这三种织法都是一种绕线起针方法织出来的 非常的简单 如果不会勾针的 或者说不喜欢用勾针这种方法 大家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不妨学一学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双向起针的方法 这个起针的方法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用处灵活性又特别大 所以今天我准备录一个这个 首先我们拿一个这个直针 再找一个这个循环针 两个针并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线头 夹在两个针的中间 夹好以后 我们就在针上绕线 这样一圈一圈绕 你想起多少针 你就绕多少圈 就这么绕 绕完以后呢 再把这线别到这儿 把这循环针给它抽出来 这个时候呢 循环针这个绳呢 就在这儿了 抽出以后 我们就开始支 这样支上边 我这先支的有点松 你支的时候稍微支紧一点 你看 现在等于是两边都有针目了 底下这个循环针这个绳这儿 就所有的针目就都有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两边支 这个直针的往前支 完了掉过头来再支这个循环针的 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支双色以后合并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边是在上边 如果你两个方向支呢 合并以后呢 就等于是 其实真的是在上边 这是一种支法 我们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用它作为起头啊 支单螺纹双螺纹都可以 但是有一点就是 你要想支单螺纹双螺纹 你这个绕线的圈数 是你起针的一半就行了 比如说我想起20针 我在这上面绕10针就可以了 是这个意思 起好针以后 我们织四行的平针 织四行平针 在我们四行平针织好以后呢 我们就这样织 第一针织前边这针 第二针上针呢 织后边这针 我们补起了一半的针数 第三针再织前边这针 就是前边这针是下针 后边这针是上针 这样织 这样织 这样织出来就是单螺纹 合完以后就是单螺纹 实际上就跟我们起那个 机器边的那个单螺纹是一样的啊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起完针以后织的四行平针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当双螺纹起针啊 双螺纹起针跟单螺纹非常的类似 就是我们先织两针下针 再从后边织两针上针 这就是双螺纹 前头这根针上的针目当下针 后边这根针上的针目当上针 这样起 这个就是双螺纹的 不gal 可以 假讯 Dim渡